有点 好疼啊 能不能轻点 你从小就这样 一点小伤就嚷嚷 你就不能忍着点 叶昏哥 对不起啊 我以为我之前说过的那些话 向你道歉 我觉得你说得对 既然你有意识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你有权利 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能不能尝出啤酒的味道来 一点也不重要 而相应的 我既然真心把你当成一个人来看待 我就要尊重你的选择 对不起啊 你有说这些废话的功夫 还不如赶紧想想怎么找姜黎 你从独眼那儿拷贝的资料 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 小T 开始配对 已准备好配对 请输入配对码 未知设备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小T 帮我寻找一下销售星际人的记录 关键字 江黎 未能查到相关信息 未能查到相关信息 但在隐藏文件中 为您找到星际人销售记录如下 这里有个隐藏的文件 打开看看 很显然 这里并没有星际人的销售记录 但是 这些应该都是独眼的客户名单 他们应该是把江黎 卖给了其中的一个人 但是也还好 只有六十个 哪怕一个个问 也一定能问出来 到底是谁买走了江黎 这样吧 我明天到了办公室 打电话给熟悉的朋友 让他们好好帮我查一查 那就快一点 不管怎么样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江黎 我总觉得 她现在情况非常糟糕 你是觉得江黎姐姐会有危险吗 是 如果她是江黎的话 那我可能 还会有一次侥幸心理 毕竟她 那么聪明和勇敢 有判断能力 遇到问题一定能解决 但是她现在被刷鸡了 我怕那些人一旦抓到她 就会要了她的命 因为她现在根本没有反击能力 而且 我担心的不只是她 还担心买她的那个人 虽说独眼把她给刷鸡了 但是独眼并不知道 江黎的根文件 不会轻易被删除 如果要是一个普通的心机人 也就算了 但是她是一个有意识的心机人 她可以不用遵守阿希莫夫定律 毫无顾忌地去伤害人类 她现在很有可能意识混乱 陷入无法控制的状态 你是说 江黎姐姐会做出伤害人类的事情 我说的不是江黎 而是被刷鸡的那个江黎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小心点 跑太远了 好 我来抢啊 这边 嘿 我要抢到了 以前你总是嘲笑爸爸是个头脑发达 四肢简单的老人家 江黎姐姐私底下很严肃地告诉过我很多次了 让我不许学你 对啊 我那是激将法 我说出来没关系 但是你这脸要是说出来的话 那就是真的 爸会难过的 原来是这样 你看 爸爸为了证明自己 真的很努力 是啊 这世界上没有哪个爸爸 愿意在儿子面前辅老 或者是认输的 疼我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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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肢姐姐的经典语录 爸爸又不是蜈蜈 一口气崴了二十条腿 去那么多人干嘛 四肢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有画面感 一只崴了二十只脚的蜈蜈 会是什么样的 累了 累了 不行了 哎 我好想家呀 虽然这里什么都很好 可我就特别想那个 以前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看着这些以前的回忆 就像回到了从前 真希望能快点找到江丽姐姐 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找到江丽以后 我们也该跟叶昆哥告别了 为什么 你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 对 正是因为和好了 我希望我们不要再打扰他了 他可以完完全全地做自己 用自己的生活 李遥 你是不是动我一帽间了 我的表白 叶昆哥 走 你老看着我干吗呀 你说我老看着你干吗呀 这家里就这么大点地方 我翻箱倒柜找遍了 还没找着 是不是你拿了 拿你表干什么呀 你别忘了啊 我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李建为的儿子 他给我在这世上 留下了难以想象的精神财富 我会稀罕你一块手表吗 小马 他哪没拿我手表 没有啊 他哪没拿我手表 没有 是吗 小马从小到大都不会说谎的 一定是你搞错了 你再去找找呀 我怎么可能搞错呢 我是心机人 这种错从来不犯 东西放哪儿我都记得 放哪儿了呢 我再找找 你怎么了 我有点难过 舍不得离开夜空哥哥 我也舍不得他 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跟你讲个笑话吧 什么笑话 这个笑话还是江丽给我讲的 我每次想起来 我就笑得不行 那你快告诉我 我要把它存到我的记忆库里 说啊 有一个男人 特别讨厌他老婆养的猫 好几次 趁着他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呢 他都把猫给扔出去了 但是每一次 猫都自己回来了 终于有一天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那年的猫 走了七条街 八条巷子 好不容易吧 他问 咱们家的猫回去 说 回来了呀 你在哪呢 男人在电话那头 愤怒地大喊 你要这个畜生接电话